来看中国的资讯站现在可能连成人片都成为了破口 立委沈柏阳就提出了 中共有机会利用成人片的分析网民的政治倾向 也可能呢 透过VPN或是广告公司来获取网路浏览记录 个人资料进而达成资讯站的目的 三月份两会期间 中国加强网路控管 严格禁止浏览外国网站 就连翻墙软体VPN都可能无法使用 中国对网路的把控加强力道 但现在就连成人片的选择 都可能成为中国的资讯来源 因为他对于性压抑 有不同的状况 也因此呢 他在选择成人片的时候呢 会有不同的选择 立委沈柏阳引用美国社会心理学家 莱米勒2019年的研究 表示可以用成人片选择 分析出政治倾向 成人网站是资讯分析的突破口之一 虽然这个说法遭到网友质疑 会不会扯太远了 神不央解释不是在谈统站 而是讨论中国获取资料的方便性 专家也表示 使用VPN程式翻墙浏览外国网站 也可能让自己的个资 暴露在阳光底下 那如果是你自己装了VPN的程式 那是有可能会看到你的一些行为 你到底做哪些事情 那都有可能会看到 全球百大VPN公司 有将近三成由中国企业秘密持有 就连南韩国家情报院也发出警示 到中国使用VPN翻墙要特别小心 避免遭到中方执法人员审查 显现出中国政府的手 可能早已经深入看似安全的VPN程式 他们很多人想要逃避这个政府的管制 所以他们就有很多VPN的公司 他们市场蛮大 所以在这种状况底下 的确很多的VPN的公司 是中资的企业 借由VPN的服务 又或者借由广告公司的各资的购买 独裁国家呢 其实是很容易去得到各位的各资 看似安全无害的网站 却变成资讯外泄破口 连成人骗选择 也成为政治倾向判断方式 中国对资讯的监控 无孔不入 记得下集成绿与拉台北 才报道